台湾古早味的秘制老辣肉 我先生的年龄呢 和我舅舅是童年的 这个女的真不要脸 连这种大叔都敢吃 他有没有想过 他的老婆 这个渣男太渣 为什么我先生比我大这么多 我还愿意跟他恋爱 这个女的到底看上怎么了 一定是钱吧 我到底是为了钱 还是为了身份 婚姻不太幸福 是男人四十亿只花的年龄 他这朵男人花 最绽放的那个时刻 他让我看到了 并且献给我了 那么就听薇薇薇薇薇 到来我的爱情故事吧 又来了 还有爸爸和妈妈 又见面了 我是薇薇 刚刚呢 我无聊在这边刷某英 本来想看我妈妈 最近有没有上传新的作品 因为她最近真的风靡 随意的翻了一下 突然之间滑到了张继中 难道全世界就只有我一个人 不知道张继中 娶了一个比她小31岁的娇妻吗 刚才滑到他们的时候 我完全为之震惊 因为视觉感受差异太大 我和我先生的这个外表的差距 到底给外人看是怎样的一个感受 毕竟我被张继中和她娇妻的那个画面感震慑到了 其实威威在之前的爱情影片当中 有多次提到 我有一个和我年龄差相距比较大的先生 很多朋友也在问我 到底年龄差距是多大的呢 也有一些大陆的酸民和所谓的台湾的酸民 多多少少在挖苦我讽刺我 那么今天呢 威威就认真正式的跟大家公布一下 我和我的先生年龄差距到底是多少 为什么会最后选择这个男人和他共赴此生呢 共赴此生 那今日呢 又是一个讲故事的威威 哦对了 最近几部影片下面有很多朋友说 威威原来有点走谐心路线 看起来是一个还蛮温柔的一个女孩子 竟然说话 有点像大桥底下说书的 其实我还是蛮开心的 因为和大家分享自己的故事 也是一个蛮疗愈的过程 那么就听威威威威到来我的爱情路事吧 首先呢 我就要坦诚不公的 认真地回答一下大家的问题 我和我先生的年龄差距到底是多大 那我和我先生的年龄差呢 是相差了17岁 我先生的年龄呢 和我舅舅是同年的 在我人生的这个年龄段 我没有觉得我们俩年龄是多么的选书 就比如说我现在是30岁 我先生是47岁 听起来我觉得还好吧 但是如果说我一岁 我先生18岁 这个还是有点恐怖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在我先生17岁 刚刚步入高中三年级的时候 可能心里面早就已经有暗恋的那个女同学了 但她有没有想过她的老婆才刚刚出生 要等很久很久 才能看到她老婆成为女人的样子 那如果有一个画面 17岁的大男生 抱了一个女婴在手上 并且跟身旁的朋友说 你看到了没 这是我老婆 这也太扯了吧 哪怕说当我先生已经20岁的时候 据说她在20岁谈了她人生第一场恋爱 那她在出场人间的男欢女爱 掏吃静果的时候 她有没有想过她的老婆 这个渣男太渣了 可是后来想一想 还是算了吧 还好当时我先生不知道她以后的老婆和她的年龄差会像她这么多 不然呢我怕她心里会有愧疚感 在和别的女孩子享受青春的当下 还在顾虑到我的感受 会不会太对我有歉疚感 生理方面产生了一些抵触 那会影响到我以后的幸福生活 好了不跟大家开玩笑了 认真地讲一下 为什么我先生比我大这么多 我还愿意跟他恋爱 是因为其实我本身是一个比较随性的女孩子 我本身在紫偶关呢 没有一个准确的条条框框 比如说我必须需要我的男朋友比我高 寻找一个比我高的男生 是一个几率不太大的事情 特别是在男方 身高对我个人来说 其实它根本就不是任何问题 因为在身高这方面 我男人没有的 我已经有了啊 就可以对得其下一代了 还有一些奇奇怪怪的标准 比如说我喜欢高鼻梁了啊 我一定要双眼皮啊 我喜欢胖胖的男生或瘦瘦的男生啊 我一定要找一个教师职业的啊 或者说一定要找一个医生 我一定不远嫁 我要找一个北方男人 还是说我一定要找一个南方的男人 所谓的这些条件 其实在我本身的概念里面 是全部都没有的 那我的择偶观呢 其实简单暴力来讲 就是男的 活的 都有成为我男朋友的这个可能性 说的我好像很随便 此处解释一下啊 我不是一个随便的女生 好像讲的我有点哪里怪怪的 只能说其实我更在意的内心的感受 就是我对她有没有感觉 聊天可不可以聊得来 你是不是懂我 三观之类的对我来说是特别重要的 其他的这些呢都是灵魂之外的身外之物 所以在当下我跟我先生认识啊 包括我们两个起初的交谈和约会 我竟然都没有问到她的年龄 但是说实话呢 我当时真的没有看出来她比我大17岁 她当时的样子还是蛮少年感的 就是没有属于标准40岁有腻大叔的一个标签在她身上 看起来是很清爽的感觉 哎为什么我莫名的想到了两道菜 一道是红烧肉 一道是凉拌黄瓜呢 突然之间有点饿了 那我先生在我当时的印象当中 就是那一盘凉拌黄瓜 说到这儿 我真的觉得台湾男人的脸很具有欺骗性 这个其实不是我个人认为的 身边呢有一些女朋友 也会偶尔聊一些就是台湾男人的话题 就他们身边也会出现一些合作伙伴 或者是朋友 是台湾男人的身份 起码说我们接触到的看到的台湾男人 都是很年轻化的 大多数的台湾男人真的还是长了一张会骗人的脸蛋 比较童颜化 当时我是真的没有看出来 她恰巧是男人四十亿只花的年龄 她这朵男人花最绽放的那个时刻 她让我看到了 并且献给我了 想到这里有一些人会不会说 哎那个薇薇你说话有点太夸张了 因为最近的片子我已经看到你先生的这个形象了 根本就不是你说的那个样子 很明显就是中年油腻大叔嘛 我完全没有想到她这几年的变化是如此的大 因为刚认识她的时候真的感觉是一块小鲜肉 还是那种比较文艺风格的 男人当做了爸爸之后形象改变的真的是天翻地覆 此刻在收看我视频的朋友有没有是爸爸身份的了 真正改变你体态改变你面向的那个人是你的老婆还是你的孩子 后来有一次约会啊 当我在问他生肖的时候我才知道他的年龄 但是我没有因为年龄 这个男人pass掉了也是因为我的原因 我之前的几人男朋友除了初恋是和我年龄相仿的 那之后的几位男朋友呢 我们的年龄差大概都在10岁到15岁之间 17岁只不过是比15岁又大了两岁而已 完全是可以接受OKOK的 更直白的说我个人也觉得比我年龄大这么大的男性可能是更适合我的 一旦交往过比自己年龄层大很多的男性之后 再回过头来接触一些和自己年龄相仿的男生 会有一种看待弟弟的感觉 分享给大家一个有意思的事情啊 在11月份万圣节的时候 我有参加台南成功大学的游行 那当时呢悠然舞蹈班的几位家长也说他们要去 结果我们就在成功大学碰到了 那恰巧呢 他们都带了他们的先生 我和另外几位妈妈的年龄其实是相仿的 那他们的先生呢 其实也和我年龄是相仿的 可是当我那一瞬间看到他们先生的时候和他们打招呼 我会觉得我自己比他们大很多 就是有一种看待弟弟的感觉 明明就是年龄同辈的人 为什么我会有一个这样的心理 甚至觉得他们是年轻人 有一种老阿姨在看小鲜肉 之后我还把这件事情分享给我先生 可以说我的生命当中出现的男人都是比较偏年龄大的 哎呀我的灵魂是不是已经大妈级了 那话说回来我先生的这个人的存在 本身就是有吸引我的点 我就是喜欢这个口味的 看来我真的是饿了 自从刚才我意想到了那个红烧肉和凉拌黄瓜 我的肚子就开始叫了 那怎么办呢 我就是喜欢吃这种腊肉 况且它还是这种台湾古早味的秘质老腊肉 说到这里呢 我决定跟他谈恋爱也是有一方面的原因 那坦白的说也是好奇 确实给我带来了新鲜感 那种新鲜感很像是逛 进口超市 我今天为什么脑袋里面想的都是吃 大家有没有过那种经历 就是第一次逛进口超市的那种心理状态 很开心 很期待 然后看什么都新鲜 所有所有都是你觉得好奇的点 你很想把它都挖出来看一下 就是我先生对于我来说 也是这样的一个进口超市 我就 我很想把它的东西都挖出来看一看 这集说出来之后 会不会大家吐槽我是个渣女啊 明天该不会被封杀吧 那以上呢 就是这个男人比我大十七岁 我仍然选择他跟我交往的一个理由 好像我这次跟大家分享完 总结完之后发现原因都在于我 而且我特别渣 这一集还要不要公开啊 原本呢 像这种年龄差跨度极大的恋情 就特别能够造成别人的那种 想入非非 有色眼镜 再加上我们两个人的身份 两岸 很难不戴有色眼镜去观察 因为刚才在看张继中和他那个娇妻视频分享的时候 我第一瞬间的思考和问题也是 这个女的到底看上什么了 一定是钱吧 我自己本身就是被有色眼镜活埋的人 当我看到和我比较相仿的这种状态的伴侣 我也会不由自主的戴上这个有色眼镜 其实这种心理真的是很可怕 很多人在评估像我这种年龄差特别大的情侣选择上 大家几乎都会想到的一个字就是钱 不管是这个男女怎样的分配 女人的年龄很大 男人的年龄很小 这个男人是吃软饭的 还是男大女小 一定很多人都会说 这个女的真不要脸 连这种大叔都敢吃 也不怕腻倒 这个想法其实是很现实的 也伴有一些合理性 那之前呢 在我的影片下方有一些酸民留言了 竟然嫁给台湾的这种老男人 就是为了转移身份 我会经常想象这些酸民们 他们的处境 他们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应该有几个可能 一种就是你已经单身多年了 再有一种就是老宅男 你有一个自己的世界 OK 但是你的世界真的是充满了病毒 还有一种呢 其实你是一个有家世的人 可是呢 你的婚姻不太幸福 再有一种呢 就是被别人骗了 我很同情你的遭遇 但是呢 这不能说以偏概全 不过呢 你也有转运的机会 就像我 我现在就处在人生的低谷 所以我遇到了你 但我转运的时候 你就不再出现在我的生命当中 其实面对我和我先生这样的状态 有很多人都会给我一道选择题 你是为了钱 还是为了身份 这要怎么选呢 我两者可以都要吗 说到这个身份 我还是真的想再说一下题外话 我也跟你们讲 其实我真的很看好台湾的护照 虽然说言语很让我讨厌 但是有一说一 有二说二 这件事情 我们要有一个客观的心理 刨出个人的感情色彩 有谁不喜欢你的护照 可以免签一百多个国家呢 不喜欢的人是傻子 但是呢 我请你这些酸民们 一定要努力挣钱 努力工作 之后呢 微微拜托你们 不要浪费这个护照 多出去走一走 因为我觉得你们的世界真的很小 小到让我真的有点联系到你们 竟然有一个这么狭隘的思想 确实有点浪费到了你们的资源 请你惜福好吗 好像在酸民的眼中 这个整个世界就只有我和你 我和你心连心 我不要和你心连心 既然大家这么关心 我到底是为了钱 还是为了身份 那我就正式回答一下大家 虽然说两者都不是 但是我拥有的 可能会是这个身份 这样说够不够真实 我要的只是我先生这个人 但是因为我拥有了我先生这个人 和我现在的孩子 他是台湾的身份 我不要和他们分开 但是我会好好利用他的 我一定会出去多走走 多转转 到时候呢 我们一家三口的幸福时光 再拍来视频 分享给你这些酸民们看 让你们感受到我们的喜悦 谢谢 所以我到底涂他的什么呢 我有思考过这个问题 其实我妈妈也问过我这个问题 我身边很多好姐妹 也都问过我这样的问题 工作是为什么 不就是涂一个挣钱吗 那为什么要挣钱 不就是涂生活下去吗 此刻我真的好饿啊 为什么吃饭 不就是涂个温饱吗 那为什么要去拉屎呢 那我不就是为了涂 我以后可以吃的更多吗 我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根本就是没有 不所涂的东西 那面对爱情也是 那么现在呢 我就很真诚的跟大家说 我到底涂了我先生手 我觉得这是一个蛮严肃的 可以概括我们这场婚姻的一个 决定权的问题 原因吧 就是 哎呀好难歧视哦 那原因呢就是 不然我们下期再说吧 这个留个悬念怎么样 估计这个片发出去 大家都会取关我 再也不要订阅这个女骗子了 好不跟大家开玩笑了 很怕失去你们 我涂她救了我 我说出这个答案 是不是大家都会觉得很匪夷所思啊 我确实涂的就是 我先生是我的救命恩人 至少我是这么觉得的 那我先生是涂了我什么呢 我是不是应该问问他 可能现在在收看我视频的你们 应该在说 不用问不用问 一定是涂你的色啦 看你那么年轻漂亮 有才华又有气质 端庄大方典雅 上德厅堂下德厨房的女人 我发现在我夸我自己的时候 是从来都不会NG的 完全是发自肺腑的自恋 我可能给大家又带来了一个新的疑问 为什么我会说我先生是我的救命恩人 难道我是涂了报恩吗 难道我对他的感情纯属就是为了报答吗 那么就请继续关注微微的频道吧 悠悠来了 还没有订阅的你一定要记得点击订阅哦 你你你你你说的就是你 点击订阅哦 还要记得按起你的小铃铛 才不会错过微微的影片哦 如果你有想对微微说的话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哦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了 那之后的故事呢 就请听下回分解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